小時身體時有狀況 故此刻意避免聽人談論有關病痛之時 久而久之 對很多疾病的認知加指來自電影 例如個人一直以為自閉症患者之舉動 會像手足情未了 的Dustin Hoffman般 只懂沉默的座在一旁賞心事 喜耀其後看了2017年的港產片《黃金花》 方知到有些患者會活躍非常 整天不停的擺動身體及說話 而來到這部台灣電影《小曉》 逆服如是 小女孩幻想了過度症 全名專注力失調或過度活躍症 又或者大紅伴虎綜合症 未看本片之前 還以為患者會不停的咬著學校操場跑 但關乎本片中小女孩的表現 卻又跟《黃金花》中的林文龍之舉動有點相似 方察各人是何其複雜之物種 單是腦部所產生的問題 也能出現千變萬化的狀況 故此 全套電影不者覺得最可敬之角色 並非那位男老師 卻是陳義咸飾演的女孩母親 他跟《黃金花》的無順雲之遭遇如出一切 面對著老是亭不下來的子女 每天發生層出不窮的狀況 遭受周圍的家長或鄰居指責 但仍要硬停下去 至於子女何時能夠穿越而成為正常人 那更是遙遙無期之車望 至此誰又能不承認可憐天下無親心呢? 巧合地 兩片中的父親角色 家是採取逃避的態度 一個躲到外國去工作 一個側避到小三家女去 本片《江拿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項 年江十二歲的小女孩林品童 警擊敗了全日公休女主角陸小芬 畢者認為他在該片的演出 實以達勞火純青的境界 未看本片之前 的確大感奇怪 看過之後又明白了另一番的道理 林品童姓在本色演出 雖不知他本人的性格如何 其外形便沒脫視過反叛 且結怒不群的十二歲小女孩 隨時一副跟父母對著幹之樣子 再加上導演在場面營造及剪接上配合 立即使他為肖為苗地還原出一個 新驗過度活躍症 平時行為不受控制之小學生形象出來 其演出無異精彩 卻需導演及編劇的全力配合 刻意製造不少長年 讓他去反抗或立喊 方使觀眾全方偉地明白到 一個過動症女孩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但可能就是導演全力為了達至這點 使劇本中出現了不少不通之處 或是有歪常理的地方 其中最使人摸不著頭腦的角色 就是小小的好朋友曉山 當班中所有學生加排擠女主角 唯獨這個小大人 會接近小小 甚至成為他唯一的好友 若以一般電影之套路 這總安台視導演讓女主角 有機會領略正常小孩的社家生活 幫助他更容易傳閱 喜要劇情卻急轉席下 這位曉山原來僅是由於貪圖老師的貼紙 或者取悅老師 而幹出連成人也未必做得來的任務 他簡直比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更厲害 內心需要討厭女主角 卻仍可面不改容地扮演家心的閨密 代價何其的大 但回報又何其之小 更是常以成人態度去開解他 喜要暗地裡卻是班中惡白 伴虎的狐群狗黨 這個小女孩性格之不同一 此是嚴重的精神病分裂症患者呢 當然陳義咸的母親 既非與丈夫尼兒 卻仍紅横出場 跟女兒的老師搞不倫之戀 他起難度沒有意識到 此舉會對女兒的精神產生雙重打擊 進一步加心其病情嗎 女兒除了要承受母親的不忠之外 更要接受背叛父親是對的觀念 主 搞笑的是 戲中有一場景講述 陳義咸跟老師寬好原筆 老師赤裸的身體警暴露於小女孩面前 此節的安排又不知導演的目的何在呢 而小曉對老師的態度也極其反覆難測 一方面好象無比醫院及崇拜他 害怕別人知識他跟母親之曖昧關係 但到了最後關頭 卻向校方舉報此事 當然不者對過度活躍症患者的心思一無所知 指示終觀傳片 類似的情況多不升數 導演及編劇為了成就小小的突出 讓電影充滿了情理欠通的地方 最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 謝謝